从那里经过的人都亵渎他,亵渎,骂一些不好听的话,我不晓得是骂了什么话,但是他就说了一些非常亵渎的话来亵渎他,所以他就是侮辱他的神儿子的身份诸如此类的,所以绩效没有很传承地形容出这里,马太主要说的,所以从那里经过的人都亵渎他,摇着头说, 你这个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,你可以救自己吧,看到没有,你如果是神的儿子,就从神教上下来吧,像像魔鬼在旷野里面对耶稣说的,你如果是神的儿子,你就从圣殿上跳下来吧,你跳下来,天使会托住你的脚, 这里说,你如果是神的儿子,你就从神教上下来吧,接下来,祭司长和文师长也是这样戏弄他,经过的人亵渎他,祭司长跟文师长戏弄他,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, 弟兄姐妹,你没有能力,你做不到就算了,但是你有能力,但是你这个时候你知道,你不能用这个能力去做,你觉得受受约束,你觉得会不会绑手绑脚, 你明明可以行神迹歧视,你明明可以从十字架上跳下来的,但是你现在你不是用这种方式,这个时候同样的我觉得是耶稣最大的事件,就像当初他在旷野的时候一样,你跳下来啊,你跳下来啊,而且下面他们说的更诱人,说他不是说以色列的王吗,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, 我们就信他,这个是非基督徒最喜欢说的一句话,哎呀,你们基督徒说你们神是全能的,你让神行个神迹,我就相信给你看,但是我就不相信,如果他真的看了神迹,他就会相信,因为当一个人他决定不相信的时候,死人复活他都不会相信,所以同样的这里也是,这些祭司长跟文师,你觉得耶稣真的从十字架上来, 他跳下来,他会相信吗,不会相信的,当然一个人决定不相信的时候,什么奇妙的事情都不会让他相信,所以这个时候同样的,撒旦没有出现,魔鬼没有出现,但是呢,撒旦魔鬼会化为人的声音,来试探耶稣, 所以这样子的话,你就可以了解,为什么耶稣说,他要去耶路撒冷去受死的时候,彼得说什么,老师啊,万万不可行,千万不要这么做, 然后,彼得不让耶稣去受难的时候,耶稣的回答是什么,非常的,撒旦退我后边去吧,撒旦退我后边去吧,为什么,因为耶稣在那里看到的,不是彼得,他看到的是彼得后面的那一个,诱惑他,试探他的撒旦,不要让他上十字架,不要让他去成就救恩, 所以同样的在这里,这里的人也是一样,说你下来啊,你下来啊,经过的人说你下来啊,你是神的儿子,你救你自己啊,但是这个时候是他最大的诱惑,他不能救自己,他不能用那种方式,他要把自己的生命,现在实际上,成为那个最完美的祭物, 而且依次献上,永远献上,写来书所说的,所以他知道他一定要这么做,他一定要这么做,他一定要这么做,他献上了,这个救恩就完成了,从此以后,我们不必再做这样的事情, 所以丁姐妹有的时候,我们跟一些明天宗教信仰的朋友,你要用那种狠的说,你摆的是鬼啊,你这个,你跟他说,你说我们以前也做耶, 对不对,旧约下不献祭,旧约上不烧香,烧啊,你旧约也献祭啊,但是呢,你跟他讲说,我们现在不用了,我们现在不用,每逢初一十五,要摆东西出来,取悦你的神明, 因为我们的神已经替我们做了,你不需要再做了,你用这种方式来,来跟他分享你的救恩,我们不需要再烧香了,我们不需要再献东西了, 因为耶稣已经给我们献上了,因为他献上的那个东西太宝贵了,所以一次就够了,不用正月,不用这个初一十五,而且过年的时候,这些重要的节日都要献, 耶稣基督一次献上,永远的献上,所以他知道这个,他知道这个重要性, 所以呢,他就再次加上,他听到这些人,亵渎他,戏弄他,而且还有一个字,第44节,那和他同定的强盗,也是这样的讥笑他,这个讥笑是语入的意思,所以呢,这里呢,如果照原来的字呢,就是说呢,经过的人, 人,亵渎他,祭司长哥,文士,戏弄他,嘲笑他,然后,十字架上的强盗,就侮辱他,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,言语暴力的环境当中,他依然忍受下来,因为他知道,这个是他人生当中,最黑暗的一刻, 所以接下来说,三十,四十五节说,从武正到身处,遍地怎么样,都黑暗了,都黑暗了,那个时候是神的儿子,死在十字架上,那个是我们人生最黑暗的一刻,但是也将是最光明的一刻, 因为他献上了,所以我们有今天的救恩,所以弟兄姐妹,弟兄姐妹,我们同样的也是,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,我们也面对很多的试探, 很多的试探,其实是无伤大雅的试探,像第三个,耶稣在旷野的第三个试探,魔鬼带耶稣到了山上,让他看到万国的荣华富贵, 然后说,你只要拜我,这些东西都给你,你只要拜拜我,你只要拜拜我,这些东西都给你,但是耶稣知道,他不是要用这种方式,来得到万国的富贵,万国的荣华, 有一天,他会在另外的一座山上,他对门徒说,天上,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,这个本来就是他,这个本来就是他,他只是暂时把他放下,像菲利比说的,他本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, 但是呢,他反到虚极,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,对不起,我刚刚讲的反话,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,反到虚极,且死在神架上, 所以他是放弃了他天上的那个尊贵,他为了要来到人间成就这样的救恩, 所以他知道,他要借着这样的方式被高举,借着这样的方式得到尊荣,得到尊荣, 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说,他救了我们之后,他就升到天上,坐在神的右边, 所以在坐在神的右边之前,他首先要经历到那个人间的苦难, 他的那个,他要承受人间那个最大的苦难,所以在旷野,第三次魔鬼对他说, 这些东西都给你,都给你,你只要轻轻地带一带, 在德国有一个神话,那个有一个传说,就是有一个叫福士德的人, 这里有没有喜欢看歌剧的,你喜欢看歌剧的,听,所以你听过福士德, 福士德是一个德国的传说,后来哥德他也把他写成这个小说, 就是讲一个福士德的人,他跟魔鬼签了一个条约, 所以,魔鬼答应他,他在这一生可以享尽所有的荣华福贵, 他想要有什么有什么,但是呢,他生命结束的时候呢, 他的灵魂要交给魔鬼, 弟兄姐妹,我们是什么东西会让我们出卖我们的灵魂, 是什么东西会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当中,我们心中的那个神已经不是神, 而是其他的偶像,是金钱,是权利,是财富,不是野心,不是情欲, 耶稣在第三次的诱惑,其实是对他欲望的一个挑战, 你现在就可以得到世界上所有的东西, 但是耶稣知道,现在这个东西再次不是他的, 他现在是世界上的一个人, 有一天他要再次的宣告,天上地下的权柄都是他的, 但是在那一刻,这个东西不是他的, 所以他看到那些荣法富贵,他说了No, 他说撒旦退去吧,撒旦退去吧, 当彼得不让他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, 他说撒旦退去吧, 但是在这个时候,他大概没有力气说撒旦退去吧, 他在十字架上血快流干了, 他没有说撒旦退去吧, 但是呢,他用他的行动来证明撒旦退去吧, 我要完成我的这个救恩工作, 我要留在十字架上, 我要用一个最不可能的方式来筹救, 我们最后来看一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, 一起的 也应该 assembwe zz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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upaă laughed rais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